你们两个走到今天 他对你所有的欺骗 都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因为你们两个在所有的生活事项当中 习惯了采用欺骗的手段 贷款 做生意 离婚 身份证 你们都习惯了采用欺骗的手段 而且欺骗屡次成功 你们更会稳固这种 靠欺骗的方式去达成目的 因此黄先生今天对你所有的欺骗 一点都不奇怪 黄先生 你是以对付政策的方式 在对付女人 没办法 对付生意的方式在对付婚姻 所以你会把你的婚姻走到今天 我倒还有另外一个补充性的看法 就是黄先生做的一切事情 就是为了远离封女士 就是为了逃跑 而不是为了要控制封女士 如果封女士能明白的话 其实确实要听到大家有个建议 就是你希望这个男人守在你身边 你就要问自己 有什么让他愿意待在你身边 是有骂声吗 还是用所谓的付出 看上去很辛苦 但是却对他来说没有意义 第二个我想讲的是 封女士会觉得自己很委屈 很难受 但是你也不要忘记 身边的人是不是也有她的委屈 也有她的难受 你看到了你自己受伤害 那你有没有看到 在你身边的人 也许也在受到伤害 所以我们不能只关注自己 我受伤 忘记别人也在流血 也许当你看完这个节目之后 封女士你也许会像照镜子一样 突然发现 我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呢 这么几十年来你可能都不知道 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给别人一个什么印象 但是第三个点 我是要非常认真地提醒黄先生去想一下 如果是因为你对这个女人 照顾不周 关爱不足 使她变成了这样一个人 那即使你今天已经打了结婚证 你是应该回到她身边 应该不是在 从来没关心无疑 你被了拥抱一下 你被我亲一下 我什么事我都被放下 我心都被逃取了给她 就是我想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 像封女士这样的人 就看上去很厉害 但是她们内心却无比的渴望 对这个丈夫 给自己一些关心 只不过是呢 她不会把这种感受 直接告诉身边的丈夫 而只是通过生气来表达 结果男人不懂 男人只看到了一个女人在生气 然后就会说 你看这个女人的脾气多坏 而女人呢 也不懂 告诉丈夫说 你过来抱我一下 你给我说几句好话 我就好 很多男人听不到这样的话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对老婆好 这是一个遗憾 是无数的家庭存在的一个遗憾 就是大家只会用情绪 来表示自己的不舒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